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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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来到MIK志愿谈乐界 我看到卡 没办法的 看到卡就要抽的了 我们继续 这个星期说过《易经》 我觉得David这种很现代 不过贵一点 几万元 那种很古典的 玄盛子那种 我两个都很喜欢 更加喜欢的就是 继续帮我们卜卦 卜卦之前我们想了解一下 他和《易经》 应该和《易经》 和《易经》 有关系 太过沽流寡闻 你请玄盛子 解释给我们 我的理解就是 其实我们中国传统 所有的卜卦方法 都可以叫做 源流于道教 但是 八字也是? 也是有关的 天干地支 甲乙丙丁无几 还有 四柱 地支 也是那些 似名非名 那些 道教的关系 整个道教是根据《易经》去建立的? 不可以这么说 其实道是什么呢? 道是我们本来的状态 生活上的困扰 我听这些人说 道教说天人合一 是 天地人合一 和《易经》去占卜卦象 没有什么关系? 在文黄卦里面 其实 都是分开 有上卦 有上边的一个 三牛 可以叫上卦 下边的三牛 其实它就代表天 和地 而人在哪里呢? 正是中间那两条的拗 就是代表人 但是我们用文黄瓜 来问问题 又不是这么看的 我们就是要 譬如我刚才 Bruce 你看我 熬出来 熬出来 熬了 有 其实只有四个 混合 只有四个组合 这是三 要是一个字 两个 不知些什么 好像蒙古文 因为我们会用一些 舊数的铜钱 而第二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 就是两个汉字 而一个蒙古文 刚才有一个 我们看得明白的中文字 我们叫丹 拆 就是那两个 看不明白 我有点 我也知道 sorry 我很老实 我有点 我真的想 不要紧 只不过我想带出一个道理 其实永远只有两个主要的状态 就是说是正和负 你可以说是正和反 有BB和大人 但是在道教的理论来说 就是阳极必反 所以阴极必阳 阳极必阴阴 老阴变少阳 少阳变 少阳变 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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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阳变少阳变老阴 sorry 不是 是老阳变什么呢 少阴 是啊 是的 他去到一个尽头的时候 他就会变回来 道教是研究这些循环 不是叫做研究 是他已经体会到这个道理 嗯 是 那学这些博画呢 要不要收到这个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道理 有没有一些方法去修行 是 首先我们不说 就是要学到 是否一定要像大家 变成神仙那样呢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很诚心 你去问问题 但其实大家想一想 诚心这件事 正正就是 是我们最需要做每一件事 都需要有的态度 是啊 其实刚刚你 让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让我想起 现在讲的六十四卦 《易经》 他当初 当中 如果邦丹主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 讲的阴阳 就是这个太极 你讲道 因为讲太极 有个阴阳 大家都可能记得一个符号 就有正反 就是一个阳 一个阴阳 等于你看到 《易经》里面 无论是什么支牌 就是有两个断挂 就是两条断的掌 以及一个实心 一条过 实心一条叫阳挂 就是断开两个叫阴 就是一条虚线 其实都是一个 combination of 阴阳和阴阳 成为挂象 最简单来说 最后都是讲阴阳 所以讲的就是 无论在什么处境里面 我们都要记得 我想道教 如果我理解正确 都是不光事不少 都着重一个人的平衡 就是阴阳要平衡 很多事情都要平衡 生活里面 就是如果我说 由你精神的状态 去了解如何去过我们的生活 都在说需要平衡 很多事情都是 就是物极必反 因为你有时失去了平衡 以至到失去了平衡之后 有些事情就出现问题了 我想不多不少可能 都是有这样的事情 那就是有没有一种 特别的方法呢 或者你们会去到修行 修炼自己 而令到你的这个 这个工作呢 这件事呢 会更加精准呢 有没有这样的 因为如果塔罗呢 我们会有的 是的 我会讲一点 那我们当然讲一下 就是我的理会呢 理会就是说 都是刚才那一套 就是说平衡 就是无论你说天人合一 什么什么合一都好 说到没有呢 都是要很中心自己 就是自己在中心 就是很中心 就是中心的意思就是 不要偏离某一样的东西 有时候人是很容易偏离的 就是做一样东西过火 无论那东西 本身是多少都好 都是变成不好的 就是你做一样东西 你overdone一样东西 就是你煮食也是 就是了 扔灯就煮熟了 煮得太… 煮得太… 煮得不对 又晒了 那你怎样掌握到刚刚好 就是那个掌握 那个平衡 刚刚好那样东西 就是我讲修痕那样东西 就是 嗯… 我很想打散 我很想打散你 但又想拉着自己 是啊 好像我们上一集 我们玩得太瘋了 太瘋了 太瘋了 有时候太过 要有一个拿念 都是一样东西 我想这个世界所有东西 你看到现象 是pride to all situation 就是等于一块 你说人的样子 觉得漂亮 怎样你觉得人的样子是漂亮 有时候已经有很多分析 人的样子 为什么我觉得那人的样子是漂亮 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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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平衡 还有那些东西不会太大 或者太小 或者各样东西都是刚刚好 即甚至平衡 如果你想把平衡 放进去 就觉得 自然就觉得有个harmonie 我想这件事也能反映 在万事万物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会 集中觉得 我要出奇制性 或者要突出自己 或者是怎样的 但当你过了火 就是去了extreme 那时候 就会失去平衡 然后你去到一个位置 它不会继续 即是不会继续 即是可能是一个潮 过了的时候 就会失去 即是当你不平衡 过了时间 就会平衡 去到一个另一点 再平衡回去 那即是你用什么修炼 工具 就是会是 可以是meditation 或者是当我想到一个 很极端的想法的时候 我又拉回自己 有一个同时 没有那么极端的想法 都存在的 而且你会看到 其实不是直接 这个世界不是直接自己的 在我世界里面 还有很多朋友 人当中 都会觉得 如果这件事出现太多的时候 会不会有些平衡 令到那个东西 温和一些 令到去望快 就是好选它 即是令到那样东西 可以平衡回 对每一个环境里面 都是好的 人之好 决于盈子 或者我跟回 刚才提起这个平衡 这件事来说 因为正正我们文王说 很着重的一点 其实就是看 五行的相互之间的关系 大家 五行是什么呢 就是金木水火土 是不是 我们一年里面有不同的季节 譬如冬季之后 很自然地又会回到春天 是不是 这些不同的季节 其实它是代表不同的元素 它很旺盛的一个时段 在挂里面 如果我们了解了 其实每一样东西 都是有它的时刻 的话 我们就不会说 出现这种状况 就是说 譬如现在我在经历 一些很不开心的事情 或者是觉得 好像完全没有人帮 或者怎么样 是这样的感觉 但是其实我们的环境 不只是这种情况 这只是我们很主观地的看法 那你的修炼是什么 我的修炼就是 我透过看 帮人布挂的时候 我会知道 原来其实我们的 所有的东西 都一直是变动的 一直变动的时候 而且也有一个法则 你去变的 你就不会说太过 怎么说 太受情况而影响 那你有没有一招 是以不变应万变 以不变应万变 也是有的 你的招不变是什么 就是你找回自己 最平静的状态 对你来说是用什么方法 有些人可能坐在厕所 都可以 坐在厕所 坐在厕所 我昨天在Facebook 看到一个小小报导 有些爱国的朋友 其实在厕所洗澡的时候 往往是Tater的平率 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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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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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引申出来的就是 其实唱歌是会帮到大家放松的 当人放松的时候 你会唱歌 我都会唱歌的 未必一定是洗澡的 你平时都会唱歌 就是令到你可以 我会 和别人唱KalowK 有没有关系 算不算的 唱KalowK 都算了 都是声音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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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自己 屈在内部的东西 释放 因为其实我们呼吸 就是 一来 一呼一吸 是吧 你一定要有一个 是 你呼了气 你想不吸 都不行 是吧 就是这个 永远都会变动的 是一个循环 如果你塞住了 在某个不开心的位置 都不用担心的 一定会过的 其实如果大家不知道 其实袁盈子 是 袁盈子主理 他是音乐家 他也是唱歌 你是玩什么乐器 所以我觉得 乐器来说 我自己觉得 其实玩乐器的时候 是一个修行 都是 绝对是 绝对是 那你想不想回答 你是玩什么乐器的 我是玩 西洋乐器 原乐 木管乐器 木管乐器 那我们快点来了 订阅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节目 是 很有趣 这个动作 我们这个节目 应该怎样做 能够真正服务到大众 当我们服务到大众的时候 是否就可以为这个台 赚回 他应得 光明与之助呢 首先是这个节目 然后是这个台 好 意思 又好像刚才所说 我要厘清一下 这个问题 好 主人翁就是这个节目 首先是这个节目 是的 这个节目 而 账问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节目 将会能够 怎样去帮到 台的发展 或者是 是 怎样去呈現 第一 怎样令这个节目 更多的观众 收看更多人 是买这个节目 等于 如果这个节目 类似 这个节目 怎样能够 发展 lightly像这个事业的发展 发展得更加好 OK 好 タジ是帮助到观众 因为这个节目 始终有一点 有少少教育性的東西 也希望有些娛樂性 我們的目標是真的可以幫助觀眾 我們能不能做到 還是不要想 幫人 多多少少也能幫到 這個方面我們想看看 給我們一點智慧 首先 簡單一點 我們就 或者這樣 只剩一分鐘 一分鐘 誰先回答 我可以先說 因為我照樣子都快 其實我剛才抽到一個牌 就是一個隨掛 隨掛就是二四 隨掛的特點就是 想想一個人要很隨和 其實我隨意思者說 不要堅持自己那一套 跟隨他 是 跟隨他 別堅持自己那一套 不堅持自己那一套 要追蹤什麼呢 追蹤的就是 到底大眾 或者多數的人 到底有什麼看法 我想這件事告訴他 可能你要做一個 台可能要做一些資料搜集 到底外面的人喜歡什麼東西 有什麼是活動 有什麼是不活動 多一點去聽 多一點去聽 聽完之後 你才去採取行動 去追蹤那個流動 到底那個潮是怎樣呢 到底會是怎樣呢 人是喜歡什麼呢 去追蹤 多一點去聽 instead of 行動 可能有時候我們會說 我覺得做一件事最好的 就可以做 但未必這個時間 時機 就是讓我們去聽多一點 令到我們有一樣東西去追蹤 我們有一樣東西去聽 有一樣東西去追蹤 我剛才懂得到那個意思就是一件事 好啊 都非常之清楚 是的 因為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休息一會吧 好啊 稍後再回來繼續 由原型指 幫我們解答 好啊 OK 好 再見 再見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 子欣塔羅解的節目 就記得快點上去 YouTube的MIHK 子欣塔羅解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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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記得上網頁 MIHK的網頁那裡 去登記用戶 然後可以用每個月 38元就可以重溫 我們以前精彩節目的內容 這個網頁記得訂閱子欣塔羅解啦 人生中難免會遇到難題或者困惑 而塔羅牌它就是一種幫助我們 尋思和考慮事情的工具 如果你的生命裏面 現在都遇到一些難題 想要得到一些指引或者啟發 現在呢 子欣塔羅諮詢服務 就可以幫助大家 我會透過78張 以宇宙象徵符號 來到全面表達人生智慧的指牌 看透了解你的潛意識 從而看到你命運的趨勢 然後作出最適當的選擇 所以與其說是尖卜 其實它更加是一種自我的探索 令到你可以更加真正的了解自己 而塔羅牌呢 它也不是任何一種宗教 所以任何人士都可以參與的 歡迎你去到sdore.mihk.tv 選購你專屬的塔羅時間 請便宜 欣賞 冬天 請便宜 問三張 解決 在這下 滿手的 解決